看看新闻榜 再告诉他 我是S病患者 你这是有点故意了 你要不你就瞒到最后 你要不你就前面就跟他做了 我开始这个设计的时候 是不知道最后 我是想尝试你这些阳光医生 或者你这些医生 那么我是说你开刀之前 我告诉你 我是你做了 那你就是好医生 你不做 我到卫生局 到疾控处 到医政处去 要去闹这件事 但是你说这个 可能是一个你的方式 你希望是以身是医 但是医院在进行手术之前 有没有与S病HIV的指标 有关系的 有的 能查到的 能够查到 都可以查到 是吗 对 我在这个周一的时候 一天下阳无视 周二在输液的时候 我就知道 因为他肯定是要 要这个削减的 那么周二的时候 这个护士在给我输液 我就问他 因为是上午要输一遍 下午输一遍 上午输液的时候 我就预感今天要出事 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今天输几次液 他说上午有 三瓶 下午有两瓶 那好 这个我输完液之后 去走廊 去活动的时候呢 这个护士有找到我 让我去查一下血 我说为什么要查血 查什么啊 他说 大夫下的单子 让你再去查一遍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到了这个 财血室呢 这个大夫也过来了 那个 然后我就问 这个 问这个大夫 我说 你要查什么 他说 就是你的 这个血相 有些问题 我们需要重新采取 给你再查一查 我说 你是不是要查艾滋病 他一下就 就回头 很惊讶地 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你原来就知道 你有艾滋病吗 我说 我前一段时间 刚查完 我昨天才知道 他那就不用查了 回去了 下午呢 我一直等到三点 他没有给我输液 那我去找护士去了 我说 你 不是说 下午还有医院 为什么给我输液 他说 没有啊 我说上午还 我上午还问了 确实有啊 特意在这个电脑里 看的是有 他说 那可能就是取消医嘱 那我就气势熊熊地 去找到了这个 找到了这个 医生办公室 我说 为什么给我取消医嘱 他说 你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 我说 我怎么回事 你有病 你不知道 我说 我没病 我不可能来医院 我没病 我来医院干什么 你自己知道怎么回事 你自己就 自己就赶紧出院吧 按道理说 你这个蓝纹医手术 应该住院住几天 至少七天吧 你手术完了第二天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三天 第三天 对 你是同意出院了 我同意出院了 但是呢 我说 你今天必须给我输液 不给我输液是不行的 后来没有办法 这个医生 还是又重新下了医嘱 给我输了液 我说这些钱 我一定要花 因为我要 我要争取的是我的权利 李虎隐瞒病情的做法 引发现场嘉宾争论 而在后场 一位医生 对李虎的做法 已经非常不满 这位医生 就曾遭遇过 艾滋病患者 隐瞒病情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他的出现 会在现场 引发怎样的波澜 那我们得问一下 迪医生了 刚才你在后台 已经听到了 像李虎先生 他认为自己是个 艾滋病的患者 在就医的时候 他完全有权利 隐瞒自己的病情 否则他将会受到 你们医院的拒绝 你是否理解 或者同意 他的这种做法 我不同意他的这个做法 你应该把你的病情 告诉我们医生 这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就是对你也有好处 因为你可能在 手术过程当中 对于你这个 艾滋病毒携带者 或者艾滋病 可能会有些特殊的处理 那我们需要进行 相关的新型 一些治疗 第二个 对我们医务来源 它有一个保护作用 因为为什么呢 特别是一些手术当中 有的时候可能 我们在开刀也好 在接生也好 我们医生会把自己的手 触破 这个就可能会造成 我们医院性的一个感染 那么如果发生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医生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我觉得这个 对患者本身 对我们医务来源 都是好处的 就是把病毒搞住 等于说 敌医生其实在 公众当中 曾经碰到过有 碰滋病 我们科就碰到过 不是碰滋病 是一个 碰滋病毒的一个携带者 这个孕妇 他来的时候 就马上要生了 我们就给他进行了接生 接生以后 就是我们医务人 不小心就把手术破了 那么这个 我们都知道 HRV病毒是通过血腥 干来的 那么当时这个医生 就非常的什么 紧张 家里人也很紧张 就找了医院 后来医院通过 那个疾控中心 就给他进行 预防性的治疗 那我想请问 这位院长 医护人员在港前 有没有这样一个培训 比方说 在手术的过程中 如果说你们职业暴露了 你们医院是 让这些医护人 什么都不处理 就经认知吗 如果他是一个正常患者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 用那些药去预防了 如果他是一个 HRV阳性的 我们用特殊药进行预防 你太有意思 你没考虑到 你自己有HRV 你是携带者 你到这个地方去治病 你没告知对方 你对对方也是一个伤害 你至少你伤害了 对方的知情权 如果你不拒绝 我必然告知 我们告知的结果 就是被拒绝 这位先生讲的 那个推诿跟拒绝呢 这是一个我觉得 这还是可能 他一个理解上的问题 比如说HRV患者 你本来就知道 已经是HRV携带者了 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 去公共卫生中心治疗 那么他们那里 如果他们那里 不能做那个手术 我们也去那里做 我得了子宫几率 我就到普通的 因为你现在何必 一个传染性的疾病 所有的妇产科医院 我都应该抗疫医院 其实所谓病人来讲 是所有的病人 都愿意把自己 病告诉医生 可是就艾滋病这个问题 就这唯一的 这一个问题 任何人纠诊 都不敢告诉 就是张医生认为 病人适度地 隐瞒自己的这个 是HRV的携带 这样的事实 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是无奈之决的 是有一定的 我承认确实无奈 但是毕竟 这个行为是违法 我问一下这个 咱们这第一声 你们医院有没有拒绝 或者是推诿过 曾经患有艾滋病 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应该说我们医院 肯定没有这种情况 你肯定 肯定 一里都没有 一个没有 那这样的话 那杨女士 那你如果明天就到 她的医院去进行 修医 你看看对方 愿意不愿意接受 不会 但是我刚才讲了 就是如果我事先知道 你是一个携带者 或者你是个病人的话 那么你应该是 去公共卫生中心 做相关的检查 您这个算不算 是拒绝或者退退 不是拒绝 是必须 马上住院的病 像我宝宝 六个月时候 他是肺炎嘛 我最近那家医院了 刚开始 我没有告知 我有这个病情 然后我宝宝就住了 四五天吧 但是发烧 还是不退 因为我有这个病 所以我害怕 爸爸也有这个病 然后我就告知 这儿科医生了 我告知 过以后 当天让我们出院了 出院了 我是下午出院 晚上 爸爸就又发烧了 再去 他们要专家会诊 再进去就进去 然后那个医生 就下班走了 第一声你看看 医院知道 他是艾滋病患者 和不知道艾滋病患者 的态度完全是 不知道 他就这收了 知道了 这孩子还别说 有没有 是不是肯定是 携带者 我们都不收了 其实说心里话 我觉得 于艾滋病 艾滋病毒的 携带者 或者说我们说 患者也好 还是于这些医院的 医生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种 求生的本能 没有人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 话题的时候 敢说自己不恐惧 但是我们的艾滋病 防治条例当中 是明确规定的 患者 他是有一个 披露义务的 对哪些人有 配偶 性关系者 以及医生 他是为了 我们的疾病的 传播控制 是为了我们 公共安全的 一个潜在风险 是为了 这两样东西 严律师的说法 这个患者这么做 甚至是有点 涉嫌危害 公共安全 没错 虽然我们心里 因为刚才也读到 来自于防治条例 前面先规定了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拒绝 我们基于什么隐瞒 我们基于的 因为告知等于拒绝 才做的隐瞒 不说我感染 这个病毒 我们错在哪里 为什么不能理解 一个生命的 活下去的这一点 诉求 面对疾病 我们是 我们需要共赢 但是在往往 在这个个体的时候 面临这个生命 即将消逝 这个癌症 就要扩散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要哭下去 你的遭遇 我也很同情 但是你要考虑一点 医生的生命 也很重要 医生也有知情权 医生也有被尊重权 或者说 他也有生命的权利 如果说你隐瞒了病死以后 当然 不光对你带来伤害 对医生也会带来伤害 这些医生都是有故的 就是你不拒绝 我就告知 刚才这位女士 在跟您交流的时候 您同样是推诿了 没推诿 不推诿 您明天 我带她去您医院住院 去您接收 不是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搞这个概念 我们建议你去 你别建议我当你医院看病 为什么你建议 这个上海是有这个规定 我们得征守这个规定 我告诉你 很简单 如果我陪同你去看病的话 如果你进诊来 你明天来生孩子 如果到了专科医院 你来我们不会拒绝你 如果到了专科医院 他给你医学建议的话 我们要求他书面 哪一个医生书面 建议你是吗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有可能什么 他建议你是一句 你认为他可能给你写吗 为什么 他能把你打饼 就能让你手里 他如果是严格按照 操作规程来的 他可以写的 那您谴责他们吧 他们不会按照 应该谴责 如果他内心是一种恐惧 他是不想给你去看这个病 只是一种推诿的话 应该谴责 但是如果他给到你的建议是 建议你先到疾控中心 由疾控中心来调度人手的话 我觉得这是正常 我们也听一下 今天还有一些观众 尤其还有一个来自香港的朋友 他要告诉我们 在香港 如果遇到这样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来 有请 各位嘉宾好 主线好 你好 还有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 我叫张景松 今年38岁 然后我是1995年年底 病发的时候进医院查处 所以到今年年底 就是已经查处18年了 我看您还别的一个徽章 叫艾滋徒步 对 是最近内地的一个工医的活动 我们在香港是没有什么定点医院的 我们都是综合医院 我们都跟一般的民众一样 住在同样的医院 甚至我也是跟一般的民众 非感染的朋友 一起住在内科的病房 所以我们的医务人员 就用一个普及性的防范草丝 它是假写 背后的理念就是假写 所有的病人进到医院里头 都有可能有各种的病 各种的传染病 所以该戴手套 戴口罩 戴眼罩 穿防务的衣服的 都一样的穿 所以从来我都没有听过说 医务人员真的会有 劫暴露 或是劫暴露之后 有感染的个案 他是提问那种新思维 一旦有这个定点医院 跟所谓的其他普通综合医院的分别 这本身对艾滋病患者是个歧视 谢谢您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谢谢您 好 我们再请出 还有观众 靠近一点 是这样 我叫王平 我现在经营一家大众浴室 那么前不久我听到一个新闻 就是关于可能最近要出台一个 静止艾滋病人 进入公共浴室洗澡 您离得近 您前面声音我们基本都没听见 这家有问题问题 您刚才不敢躲着话筒是为什么 是不是刚才听在 用过那个话筒 您不太敢用了 我自己是不介意的 就是我现在我也知道 就一般普遍的我也知道 就是没有通过一个性关系 或者一个唾液 或者血液的关系 是不会产播的 我现在呢就是说 担心有这个艾滋病人进来 他也不会告诉我 那我肯定就是说 也对他也不能进行体检 万一比其他顾客知道了 那会影响我的生意 近日商务部发布了 沐浴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口 其中关于公共浴室 要设置禁止艾滋病人入狱标志的条款 引发社会热议 艾滋病人进入公共浴室 是否有可能发生传染呢 这样的禁令 是否对艾滋病人是一种启示呢 第一声有话要说吧 从理论上讲这个条例 它都没有可操作性 但是呢 作为一个艾滋病患者 他应该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的体液 如果通过这个浴镜啊 这个如果另外一个 那个客人 他的手是滑破了 或者他的皮肤有破壑的话 那么这个体液可以通过这个 可以被 可以是被 有这个被感染的机会呢是有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这个是要不得的 我说正好是一个工作人员 你吐在一些餐厅之下 碰到的话 那么有的时候就 你现在吐头拖也在我手上 就那时候就难说 看到吗 要有破口 手上要有破口 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最关键 如果没有破口没关系 那么如果偶然 一个有一个人有破口的话 偶然几率 我们不能用偶然的东西 去推遍普遍的规律 我问你 飞机会中天上掉下来吗 这种极小的概率事件 在任何时候都是 都是可以出来 梁医生先听我说一句话 这个艾滋病病毒 它传播的 有四个必须同时必备的条件 第一 你们没有感染的人在一起 怎么样也没有关系 感染不了 要有我们的参与 第二呢 我的体内要足够的病毒量 比方说 我如果抗病毒治疗 满三个月成功了之后 我再传播给别人的概率 是极其低的 第三个呢 要有病毒 在适合病毒存活的环境下 第四个是一定要通过伤口 尽管艾滋病知识的普及率 越来越高 但是杨女士遭遇的就医难题 却摆在眼前 这时 一位艾滋病患者专程赶来 她希望以自己的遭遇 告诉杨女士 向医院吐露病情 不但会无遗可救 甚至会陷入更大的风险 这又是为什么 绝对不能向医生泄露 艾滋病的情况 有请饶先生 主持人好 饶先生 四川成都人 今年年初确诊为 HIV病毒携带者 为什么要请饶先生来呢 因为饶先生在打一场官司 准备状告一家医院 请你告诉我 状告这个医院的原因 是因为在医院受到歧视 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我的隐私泄露 给我的亲戚 造成我不能回家 第一是因为歧视 因为你是艾滋病患者 对 因为我是去年 11月16号到21号 在这家医院住院 住院期间 最后一天是我发高烧 退烧退不下来 那时候我母亲 和我有一个合伙人 在外面 医院外面吃饭 他们就打电话 叫他们进来 进来之后就说 你们给他办出院手续 到其他医院去 然后我们就 还是听从医生的安排 就搬了出院手续 搬了出院手续之后 我一看 这个出院记录上面 写的是 确诊被不感染 不确诊 就是没毒 艾滋病 回去之后 晚上 我母亲就接到电话 是我舅舅 我表弟 他们给他打电话 就说 我被感染了 没毒 艾滋病 我想问一下 第一声 就是说 医院如果减出了 一个疑似的病人 他是有HIV的这个情况 是否有权利通知 对方的家属 从保护隐私 我们一般是不通知家属 只通知他本来 因为艾滋病的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保护病 患者隐私的 这个一个情况 那这个杨女士坐到边上 好像你被查出来以后 是你告诉你丈夫的 还是医院告诉你丈夫的 医院告诉我丈夫的 现在很多医院都认为 像这个病患者的这个情况 他既然丈夫 是跟他直系的关系 我当然要跟丈夫说一下 而且还会特殊 有法律规定 不能泄留过的 这都是过的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而且这不光是 我们国家级别的条例 包括我们地区性的法规 都是有这样的明文规定的 但是 这里面会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我们患者自己也有义务的 你要告知你的性关系者 及伴侣 性伴侣 包括你的配偶 如果你待遇告知的 那么不排除 我们的相关机构 也可能会去告知 这个是不排除的 因为这是一个传播 我觉得不对 你就是说 癌子病需要告知 告知丈夫 但是你想到 告知 告知以后的后果没有 我认为 你已经遇到了后果了 是吧 遇到 我告知 我当时是 就医院告知我丈夫了 然后就告知我公公了 然后我公公当时有高心压 他知道我这个事情 就非常生气 然后就 因为这个事情去世了 当时因为我活不下去了嘛 我还有宝宝 然后我给我爸妈说了 我在我那地方是 第一个就是说 是属于上大学出来 是父亲 他是对我是比较骄傲的那一事 然后他知道我这个 他就崩溃 现在脑子就有问题的 就傻了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我丈夫 他是就说 在他们家人 因为已经知道我这个病 然后我们现在就说 被迫离婚了 公公的意外离世 让杨女士和前夫备受压力 无奈离婚 为了维持妻儿生活 前夫一直在暗中自住 今天始终在犹豫 是否要上场的他 能够鼓足勇气 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吗 来我们有请杨女士的前夫 知道杨女士这个事 是在他运检被查了 就告诉你 是在运检的时候知道的 医生告诉你的 对 医生怎么跟你说的 他打电话 他说你 这个小杨是有问题的 并且很肯定 什么问题 你把那医生 告诉你一个原话 就是艾滋病毒感染 你的太太是艾滋病毒感染者 你告诉我 你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你第一反应 我第一反应 我感觉是我的问题 我感谢吴